2023年上半年好莱坞电影全球票房排行榜出炉 黑马神片剧冠、玩命关头、X漫威电影都输它 2023年已过了一半 今年好莱坞推出不少大片 戏院在COVID-19疫情冲击后 票房收入逐渐回升 显示民众逐渐重返大荧幕观影 回顾今年上半年各类型电影轮番上映 以下就整理出2023年上半年电影全球票房排行榜 盘点你看了几部人气电影 第十名龙宇地下城 盗贼荣耀2.08亿美金 改编自全球畅销桌游的奇幻冒险动作片 龙宇地下城 盗贼荣耀 集结华丽卡斯 包括克里斯潘恩、Chris Pine、密雪儿、罗卓奎兹 Michelle Rodriguez、休格兰、Hugh Grant等 被影评誉为是最好的龙宇地下城改编版本 在知名影评网站烂番茄也拥有90%的新鲜度 喜欢刺激冒险类型片的影迷不容错过 第九名变形金刚 万寿崛起2.27亿美金 变形金刚 万寿崛起是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第七部作品 2018年电影《大黄蜂》的直接续集 也是变形金刚重启三部曲的开端 电影获得褒贬不一的评价 多数影评人称赞演员的演出和特效 目前该片仍在影院上映预计排名还会更高 第八名金牌拳手三2.75亿美金 金牌拳手三是麦可毕乔丹 Michael B. Jordan的导演处女作 他在片中自导自演并在该卖作系列的第三集 中再度饰演阿丹尼斯克德 该片也是首部以IMAX规格拍摄的现代运动电影 这套研习字洛基系列的外传三部曲 可以说是影史最成功的现代运动系列电影 金牌拳手三也是巨星席维斯史特隆 首部没参与的系列电影 但其成功走出自己的风格 第七名捍卫任务4 4.27亿美金 杀神回归 极歌基努李维 Keanu Reeves 经典动作系列捍卫任务最新续集 延续前三集快狠准的爽快打斗风格 基努李维在第四部续集的表现 依然没让影迷失望 是不值得用大荧幕好好欣赏的爆米花爽片 第六名小美人鱼 4.67亿美金 迪士尼真人版电影小美人鱼 即使在上映前 就因女主角选角问题争议不断 但有争议就有热度 电影上映后 女主角荷丽贝利 还有贝利 饰演乌苏拉的玛丽莎麦卡 杨玛丽莎·M.C.Karty 饰演川顿国王的哈维尔巴登 哈维尔巴登等演技或好评 票房仍有一定水准 第五名 蚁人与黄蜂女 量子狂热4.76亿美金 蚁人与黄蜂女 量子狂热是今年首部漫威宇宙电影 尽管其在口碑和票房上表现平淡 仍登上上半年票房第五名 但该片是漫威宇宙中 为数不多 在院线上映期间 未能实现收支平衡的电影之一 该片表现是否代表大众 对于超级英雄电影的疲乏 有待后续观察 第四名 蜘蛛人 穿越新宇宙 4.94亿美金 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动画电影 蜘蛛人 新宇宙 推出续集片章 蜘蛛人 穿越新宇宙 开出绝佳口碑 堪称是历年来蜘蛛人 电影系列 评价最高的电影 更在影评社交平台Letterboxed 成为有史以来评分最高的电影 不论是配乐 视觉画面剧情 都是上乘制作 第三名 玩命关头 X6.76亿美金 玩命关头系列 一直都是支把票房的爆米花电影 最新第十部作品 玩命关头X 除了有唐老大冯迪索 Vin Diesel率领的家人老班迪 本集还有惊奇队长 布利拉森 水行侠杰森摩摩亚 Jason Momoa加盟演出 更令人惊喜的是 人气角色 吉塞尔盖加朵 Gal Gadot与哈白警探 巨事强森 Dwayne Johnson的回归 看点十足 第二名 星际一公对三 8.21亿美金 漫威超级英雄电影 星际一公对三 不只是导演詹姆士刚恩 James Gunn告别漫威之作 更是该系列最终章 上映后获得多数好评口碑 更被点评为字 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以来最好的漫威电影 但这样的评价对漫威来说 不见得是好事 这也意味住 近期其他漫威电影素质有待加强 第一名 超级玛丽欧兄弟电影版 13.2亿美金 今年上半年 票房最大黑马出炉 改编自认天堂 最受欢迎电玩游戏 超级玛丽欧兄弟的动画电影 超级玛丽欧兄弟电影版 在全球上映后 票房佳季 不断创下新纪录 不止成影史最卖座电玩游戏改编电影 还登上全球影史最卖座动画电影第二名 轻松有趣的内容 横扫各个年龄层的观众 让该片票房遥遥领先 内容 感谢观看